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myradio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 10月16日晚 黄大仙 傅林皇宫 300元及1000元门票 宣議有售 扣調查詢請見 2467 3088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回來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們嘗試打電話給陳婉嫻的立法會議員陳婉嫻 就是沒有聽電話 所以暫時找不到他的說法 不過我也想像到他的說法 我會轉為烏點證人 是的 他會轉為烏點證人 他會告訴你 我不是默克爾 我不覺得要接收太多難民 今天這一節想說什麼呢 這一節想說一說 接下來11月的區議會選舉 這個區議會選舉 因為昨天我看到 也不是只是昨天 近日 也開始有不少媒體 就開始去報導 關於這個區議會選舉 接下來的狀況 而難免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大家認為的焦點 就會下去一個所謂的 一些雨傘革命之後的新生組織 或者他們稱之為散兵的組織 就開始去看看 究竟會對區議會選舉 會帶來什麼的衝擊 其實如果我們抽空來看 假設我們是一個外國人 假設我是一個 譬如日本人很喜歡研究雨傘革命 譬如假設我是一個日本人 我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又會覺得 經歷過一場這麼大規模的抗爭運動 有這麼多是原本不是關心政治的人 然後忽然之間因為一個這樣的議題 而走出來 落地地去參與了一個這麼大規模的政治事件 然後就去到 好了 對於接下來的選舉會帶來什麼的影響呢 如果一群這樣的年輕的關心社會的人 一群所謂所謂叫做醒覺的人 他們親身參與了一場這麼大規模的抗爭運動 他們見證到很多一些在雨傘革命之前他們見不到的事情 然後他們覺得就是要走出來 要走出來 要親身去參與政治 然後他們會帶來什麼的衝擊呢 假設我是一個外國人來講 我也會覺得這個題目是很有興趣的 但是呢 因為作為一個對於香港政治都參與到相當之高的一個人 我 講的是我王陽達 以及本身也是參與過這樣的選舉政治 即是無論是這樣的選舉 雖然我沒有參與過議會政治 但是我也參與過這樣的立法會選舉的工程 而且也都是 有些人在初中說陳月嫻逃避 不是 她還沒上班 還沒上班 八點半 其實是這樣的 待會我再跟你講這個話題 第一 是譬如 關於有一個所謂素人政治 一群人平時沒有關心這個政治 沒有關心這個政治的狀況 甚至乎一直以來 跟那個選舉政治本身有一段距離的一群人 他們因為馬上事件的覺醒 然後大規模去投入那個政治運動 然後甚至乎是介入了這個選舉活動 這件事情我是很熟知的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議會公民的組織本身就是這樣的 而主要議會公民的成員 也是這種狀態 所以我對於這件事情 而是很了解會帶來的衝擊是怎樣的 而在這個2010年 因為民主黨的密室談判 和出賣香港政改的前途 通過了偽政改方案 也帶來了一波票债票償運動 整個運動是由這個 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延伸到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雖然去到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基本上已經是有一點點動搖 只有我和黃毓民那麼堅持要追擊民主黨 然後當時實際上帶來很大的衝擊 再加上2014年的立法會選舉 2014年發生的大規模佔領運動 再延伸下去整個政治江譜 整個政治的 所謂民主運動的形態不斷在改變 由一直以來一個很陽板式的爭取民主運動 內容甚至乎都相對來說相當欠缺 然後乃至黃毓民成立社民連 帶起了這個激進派的浪潮 然後在一個所謂的 終於開始去思考所謂政治江譜的問題 才有了所謂的激進派 然後有溫和派 然後再去爭議上究竟何謂真正的民主派 泛民主派 再繼續發展下去 然後有一些左膠的爭拗 本土主義的抬頭的興起 本身在那個政治的內容上來說 事實上在這幾年的發展 討論、論述、行動方式 或者參與的人 都是豐富了很多 好了 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便變成未來的區議會選舉 很值得期待 大家會很想看到這些新生力量 帶來這樣的區議會選舉 或者區議會選舉 無論是文化或政治上帶來的衝擊是甚麼呢 那些這樣 好了 然後 這是作為外國人去看的 我忽然間抽離了 在外國人的角度去看 那件事就值得很期待 但我要告訴大家 以我的經驗和分析 我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 大家最應該驚訝 和最應該會帶來震撼的 就不是那些散兵 帶來的震撼 雖然 你接下來去到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焦點在那裡 因為傳媒會這樣切入 因為那些民主派的傳媒 又或者甚至乎覺得 要打擊港獨勢力 打擊本土意識的一些 深紅親共的媒體 都會拿這個角度去切入 但那不是真相 那個真相就是 其實我覺得去到今年 去到2015年 其實大家具對於 怎樣去將街頭的抗爭 或者是現在香港政局面對的困境 那個民情 那個真正的核心的問題 怎樣將這件事 抽屍莫眼的拔出來 然後擺進去選舉政治裏 我覺得大家到現在還是不懂得做的 都還是不懂得做的 而出來的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我必須要理身 就是我自己對於今屆的區議會選舉 他不是很投入 這個是我個人的問題 但是我其實在之前 我已經告訴過給大家 今年最需要留意 就是建制派的種票能力 以及建制派的分餅問題 譬如新民黨將會在這個地區上 會有一個很驚人的議席的增長 或者是未必能夠增長 但是你看到他爭取的姿態 其實是值得關注散兵很多的 因為別人的部署工作 是很早已經在做的 別人已經在不同的區域 買了很多的單位 已經變成了很多不同的 裝腳 裝腳是什麼 是啦 Christine是聰明很多的 買了單位 然後推論下去 當然是業主立案法團 然後才變成裝腳 然後就是建制派本身 因為建制派在目標的 其實正在看著 人家整個藍圖的部署 不是只看著區議會選舉的議席 是區議會選舉 就是立法會選舉 然後乃至到未來的特首選舉 所以未來建制派之間的爭鬥 也是很值得去留意的 如果忽然之間 我又跳離開另一個身份 我跳離開二公民的身份 我用一個觀察選舉的角度去看 我自己會找一個焦點 去切入今次的區議會選舉 我自己覺得就是 有很多的變局 有很多的變數 但是我覺得 所謂的散兵 或者是一些新的組織去進入 參與這個議會 我自己覺得 不是整個選舉 這一次區議會選舉 最關鍵 最關鍵 就是用到那件事的一個元素 至於泛民主派的分裂 也是另一個元素 因為 譬如 剛剛之前的節目也講過 就是這個 所謂的飯盒會 現在連飯盒也沒得吃 轉為了泛民會議 然後 舊友那群泛民 就跟迪志遠 湯家驊 這些傢伙 在爭取 在搶著 忠誠反對派的位置 那本身泛民也有一個角力 就是說 舊友在選舉政治裡面 去佔有了席位的勢力 無論是舊友的泛民主派 或者是原有的建制派 它本身都已經在互相爭奪地盤 好了 原本 理論上 在這個鬆散 或者是一個 接近陷入一個戰國的情況下 如果異軍特起 有一些所謂的本土派隊伍 去插入這個區議會選舉 又或者所謂的散兵去插入這個區議會選舉 其實是值得去期待的 或者是會有一些偷襲的情況 但我看完昨天TVB的新聞報道之後 我就覺得不值得期待 為什麼呢 你們講一下昨天TVB的新聞 他講一下那些 就是他用了什麼角度去切入 或者是怎樣介紹那些人 他昨天的新聞 大約都兩分多 都算長的 他那個報道呢 就是說 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 接下來的11月的區議會選舉 就是雨傘革命之後的首場全港性的選舉 因為佔領行動 就催生了很多不少想從政的年輕人 就參加這個選舉 但是地區工作上面就有不同的取向 他第一個講的就是楊雪瑩 楊雪瑩是誰呢 楊雪瑩有個組織 那個組織叫做雨傘運動事國全副計劃 就是收集藝術品 就是當日我們在升級的時候 然後他就在金鐘周圍叫執藝術品那個 那個女士 那個姐姐就是楊雪瑩 他就搞很多這個保育港座 就想實踐理想 就實踐這些社區的規劃 他就說在雨傘運動的爆發 就見到很多公共空間的實踐 好像有一條樓梯 就連結了一個馬路 就令到那條乾樂道中就變成公民廣場 自修室有些東西就出現了 但他覺得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就可以令到那個社區的運用更加發揮到 但選票就不是他最大的考慮 雖然他說今年的出現 就不會打著這個 有很多打著這個雨傘旗號的地區組織 部分有可能就會出戰這個 參加這個區議會 有幾個團體就合起來 組成一個平台 就爭取這個小巴 就增加座位 也強調這個做事的方式 跟泛民是不一樣的 其中一個團體就是灣仔廣義 現在灣仔廣義的召集人就是梁百堅 他就表示在雨傘運動 延續雨傘運動的精神 這個精神就是怎樣 將這個民主帶入社區 透過一些調查 了解市民有什麼需要 所以就成立了這個 去爭取小巴的家座位的平台 另外就有一個我覺得比較抵死的 就是一個獨大專的周世傑 他就組成了一個團體 叫青年申請 他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糧血壓 就是 我在TVB的報道那裡 都看到他 就說會幫人家糧血壓 各樣的 他的說法就說 這些呢 就不覺得自己在做蛇齋餅種 就跟別人不同 他覺得 那些蛇齋餅種就是為選票而做 他們自己就為社區而做 我就不太知道他的說法是什麼意思 打擋著湯姆來打 現在糧血壓有什麼問題 糧血壓沒有什麼問題 你是針對他的說法 他說是為社區 是為社區 你沒有做過糧血壓的服務嗎 我沒有做過糧血壓的服務 你沒有做過嗎 不是 那個不單止只是你一架 他那個心機是涼買其他東西的 他強調是 阿淡仔去看看這個這樣的 叫做公民 看看我們長者服務隊 下次什麼時候有行動 下次派魚餅 一定要抓湯姆去 還不找派魚餅 一定要抓湯姆去 是 所以湯姆呢 你做二位時報的主持 又從來不參與二位公民的活動 我不是從來的 有派魚 我現在問你 有什麼社區的工作 做過什麼 你都不知道 有差不多定期探訪長者 那他做什麼 還有什麼內容 在哪裏去探訪他 拍一下他的頭 找這個人 你老尾 對呀 所以這個人也是很像樣板 譬如湯姆這角度 就是垃圾傳媒的角度 看到有人涼血壓 然後問你蛇齋餅中的問題 蛇齋餅中有什麼問題 你認夠了你的問題 但他不認 有他的問題 那這是他的講法 他的講法 但你剛才針對焦點 解明是涼血壓 不是啊 我針對他的講法 他的焦點是針對他的講法 你根本就是針對涼血壓 神經病 他就說不明白 為何這傢伙都在做蛇齋餅中 但同一時間 就是說他在講這件事 他是為社區的 他就不是為了 好像要得到那個選票 即是那些青年新政 看看Christine剛才講的那個 什麼灣仔麥春華 灣仔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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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灣仔廣義 港義是那個什麼 港是廣東那個 灣仔廣義 灣仔廣義 灣仔廣義是有很多的政團組織 去組合在一起 那個是另一個類似政團 是做很多地區工作 好像之前電車那些問題 他都有呼籲一些人去爭取 不是 他有幾個政團在裡面 不是 但那個不是 那個灣仔廣義是另一個 他們另外組織了另一個平台 是有幾個政團加起來的 那個平台叫什麼 那個平台呢 就等一等 Sorry 那那個平台有幾個組織加入那個 是包括了什麼組織 一起去爭取那個 屯門社區關注咀 美夫嘉證 那個青年新政都有份的 是的 這樣 然後梁柏堅也有份 梁柏堅就不是填詞的 梁柏堅 梁柏堅是佔中的時候 戴耀廷還是陳建文 不知道他們是守護天使的梁柏堅 是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 之前我也不想去說 就是其實佔中三子 這陣子其實現在又經常走出來曝光 又經常走出來 又把一些所謂什麼年輕人 又什麼 銅鑼灣佔領區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又怎樣怎樣 金鐘佔領區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又怎樣怎樣 其實就不斷地安插一些人 下去就去做這個選舉的工程 其實現在不斷地出來了 好了 那這個呢 這個這樣的 所以現在所謂的那些什麼雨傘旗號 什麼雨傘新生代 什麼雨傘 什麼傘兵 什麼新青年組織那些 那些 結果其實又是泛民的系統 又是阻交的那些人 我不說他是不是泛民的系統 因為這個是一個背景推論 就是在推論 究竟是不是泛民安插出來的人 我不是說這件事情 而是譬如你看到 去到現在2015年 去做一個新的區議會 進行一個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剛才我花了很多時間 又說民主光譜的變化 又大規模的佔領運動 這麼多人的公民抗命參與 好了 去到2015年 這個區議會選舉 結果下來 整個焦點 無論是新進的組織 或者是傳媒的角度 討論焦點 結果都是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剛才湯姆 忽然覺得最糟糕的那個位 就是做不做蛇齋餅種 做不做地區 忽然之間又回到一個位置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深入社區 做社區的工作 就在這個社區的議會去做選舉 我們雖然因為政治的意向就走出來 但是用這個政治議題 在地區上面又不成功 所以結果我們又要回到社區 結果所謂的社區 所謂的社區他們說的社區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剛才那個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楊雪瑩 楊雪瑩 楊雪瑩那一款 就是那種左膠那一款 又跟你說什麼開闊社區 不是社區規劃 開闊社區想像 用這個社區空間 希望將馬路和樓梯連結 變成一個公民廣場 是的 那些人是有想像的 就不用你幫忙嗎 我要想像很多東西都可以 我現在下載了 我現在下載了Pokemon PokeGo 然後社區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狩獵小精靈的地方 我不用你幫我想像的 我不用你幫我想像的 我對社區有很多想像的 現在有這麼多AR code的apps 對不對 我裝過AR code的apps 很多想像的 我拿著智能放棄 對他來說 這些人覺得雨傘百五爆發 就是雨傘的爆發 不是啊 剛才說了一個list 你還沒去到討論改拍 然後除了這些 左膠在說什麼社區想像 其實這些是沒有建設性的事情 你容許我這麼說 這些就是拿一個多件事 來做你自己的文藝活動 你覺得那件事是一個文化活動 然後拿來給自己暴光 然後另一種就是 那種舊有泛民主派的模式 又要標榜自己的政治 又要標榜自己的政治旗號 然後又要去拼棄自己的政治旗號 又覺得用政治旗號 用政治的議題 走進去社區是不會有效的 所以在社區那裡 又要跟建制派爭地區服務 做地推工作 然後去告訴別人 別人做這些事情就是為選票 我做這些事情就是真心為社區 真的需要地區服務的人 我理解你是為選票還是為社區 我要那塊餅而已 我要那個服務而已 我要你幫我去解決那個垃圾桶的問題 那個電燈署的問題 那個紅綠燈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永遠走不出的思路 那個思維去跟2005年 和這個回歸2003年之後 是沒有分別的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你永遠都是搖擺不定 去到現在又討論 是的 的確 你說主張 譬如2011年 這個主要用票債票償 這個追擊藝民主派 作為一個旗號去參與區議選舉 是全軍覆沒的 是全軍覆沒的 當時的人民力量 是全軍覆沒的 但我覺得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真是放棄 如果真是不用議席的思考的話 就是你經常在那件事上搖擺 那些左膠那些不敢說 那些不敢說 那些不敢開闊死區想像 讓你想像一條樓梯 可不可以變成一個廣場 樓梯是樓梯 廣場是廣場 樓梯是樓梯 街街廣場是廣場 屌你老母 它是樓梯加馬路 變成一個廣場 有隻昂鳩 廣場就是廣場 馬路就是馬路 樓梯就是樓梯 花槽就變成農地 你明白 屌你老母 好了 這一部分我不說了 我想說的一件事就是 經歷了那麼多 即我不說你本身是否一些泛民 那些思維那些 而是你經歷了那麼多的選舉 起落那麼多的社會行動 然後到現在 回到這個雨傘後的區議會選舉 然後那個討論 或者那個想像 或者那個焦點 都還在那個位置 就是政治議題很重要 我們要改變政治生態 但是我們要進去 在社區裏 要在社區裏改變 去爭取選民的支持 我們從地區服務開始 我不是說做地區服務不要緊 但是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地區服務這件事不做 我們以外公民都有做 在我自己參與選舉 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很著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的焦點不是像你的那樣 對他們來說 他是要爭取市民支持的狹窄 就是用一個狹窄的眼光 就是覺得我要給一些實利當區的選民 他才會是支持或者投票 那這個肯定是 這個肯定是 這肯定是 不用你說什麼 誰人都知道 人就是這樣 有好處我就支持你 那肯定是這樣的 你不可以去投訴選民 事實上選民就是這樣的 選民為什麼要投票給你 我幫你做到事 我幫你做到事 那個角度是什麼 那個焦點是什麼 那個焦點就是 我能夠為你的社區帶來多少 這個是一個永恆錯誤的想像 這個是永恆錯誤的切合點 為什麼說這個永恆錯誤呢 就是我不是說你用這個角度去做不對 而是你用這個角度去做 不是已經實證了給你看 一屆有一屆實證了給你看 你永遠都不夠建制派來的 是啊是啊 就是在那個無線的報導裡面 你是白癡的嘛 最後找到葉國謙出來說 葉國謙那種態度是完全未能害怕過 他為什麼會害怕你呢 我錢又多過你 我認識的街坊又多過你 他教你去做 不是啊 就是永遠都不認識那件事 就是他去到這麼久 永遠都是不認識 就是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那個 我現在不是道理 但是大家搞清楚 我現在討論的 不是那個政治派系分野的問題 也不是那個政治主張的問題 而是你在策略上來講 永遠都不肯去 永遠都不醒 永遠都不去認清現實 你去現在 就是好了 經歷了這麼大規模的戰令 然後這幫人叫做覺醒 好了 我當你真是覺醒 好了 我不會考慮你背後有沒有泛民背景 好了 走進來 這個選舉裡面 好了 我覺得選舉是要參與的 在現階段 這個香港政治生態來講 選舉要參與 為什麼選舉要參與呢 就是因為 他是現時 除了 除非你再發生這些大規模的佔領運動 如果 撇除了雨傘革命 這麼大規模的佔領運動來講 在香港選舉的過程 就是最大的政治動員 嗯 最能夠 最能夠去 領導到人去參與 投入的運動 投入的政治動員裡面 以及能夠令到傳媒 在一段短時間內 裡面變成了一個關注點 好了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一個 一個 應該參與原因 一個選舉的價值 選舉最大的價值在這裡 好了 然後你倒進去一個 永遠都走不出的思維 就是 為什麼我和 我和 我和建制派有什麼分別 政治的取向有分別 好了 但是政治取向 是不值得去做為一個 爭取議席的一個手段 這樣 因為世界就是很現實的 世界就是很現實的 就是你在地區上面 你幫到他多少 他就投你票 你有時間出 就是不要說你幫到他多少 選舉就很簡單 選舉是簡單到一個什麼的地步 我怎麼都會投票給你 認得 認得 我跟你熟一點 我就投票給你 我怎麼可以熟一點呢 你出現得多一點我就熟一點 你在我面前出現得多一點就熟一點 又或者 有兩個方法 讓選民覺得你熟一點 第一就是 你天天都站在這裡 他天天不要說站在這裡 或者任何地方 在他的生活環境裡面 他經常都看到你 那你就很熟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第二個方法就是 是長島嵐庫丐 雖然我不認識鄭從泰 我認識淡仔 淡仔給我說 ohh 鄭從泰 我就覺得 我也好像 淡仔的年級 或者淡仔會跟我說 鄭從泰都在哪裡 到哪裡 我以前又怎麼樣 我就覺得我認識鄭從泰 然後到投票的時候 我就想起鄭從泰 好了 這兩件事 都是不足夠建制派 因為建制派 第一就是 他真的全職去做這件事 而且他是有回報的 第二就是 建制派在地區上面 最厲害的地方 他不只是在那裡旅行 事實上,他是能夠將社區,在選區裏面 他能夠將社區分開這棟大廈 有多少戶,有多少的... 除了多少票 除了多少票之外,他知道有多少個派對 他知道哪一班是朋友的 然後這個,例如跳舞圈,我放一個進去 這個是神運圈,我放一個進去 於是他們就在剛才我說的第二種他覺得他會認得你的方法 就是說他在任何一個圈子裡面 都有一個是認識葉國謙的人 去到選舉的時候,他們當然覺得葉國謙是比較密集的 好了,你面對一個困境,面對一個困境 你作為一個針對他們的... 不要說你自己建民主派 你作為他一個假想的敵人 你要去針對他的時候 好了,你自己覺得我跟他的政治其次不同 好了,然後我要來跟他練過 是對的,這個出心是好的 我要來跟他練過 然後他下去就說,大家是政治其好 民主不能當飯吃的 我的民主主張是拿不到他的主張的 有理想,有意見,有抱負 然後這樣就好了 我也是下地,針對選民的雜性 然後我就去做社區服務 其實你就做回蛇齋餅種 然後你做完蛇齋餅種的時候 然後你就發覺你做蛇齋餅種 不及別人做得好 你不及別人做得好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做這件事 做這個系統 建立那個system已經建立了十幾年了 然後你就每一次都是臨近區議會選舉 才有一百人覺醒 而那幫人,忽然之下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兩個月之前 我就覺醒叫做地區工作 然後我就說,好啊 我掩著我自己 我不再高調強調我自己的政治立場 政治旗號 我跟你去鬥這件事 好了,然後你鬥一定不夠人鬥的 因為別人做這件事做了十幾年 你做了兩個月 然後鬥輸了,鬥輸又怎麼樣? 然後就出來說 香港的選民只喜歡蛇齋餅種 等於你剛才差點想說出口改 不是,我剛才不是說出口改 我這一句是在報隊裡面 簡直是引述他的說法來的 他的說法就是 你是說你不能夠不做蛇齋餅種 你不能夠不接受這個個案的投訴 於是他在這個報道 這個在蔡子場去解釋 為什麼會他這一群人面對著這個困難 而的而是一個報道 不是,那個不是一個困難 那個不是一個困難 那個根本就是不肯知做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決定要做這件事的話 那你就做了 你就做了,你跟他鬥做了 即是一早應該開始 甚至乎 不是,你是做了你就撞下去撞下去 你不要嚇一嚇 你不要嚇一嚇 輸了才是賴算嗎? 輸了之後,別人只喜歡蛇齋餅種 然後就好了,又一路不做了 然後臨近選舉兩個月 然後又做了,都是要落地做這件事的 雖然利用這個政治旗號 作為一個地區選舉的一個選舉方針 是沒有成功過的 但是我覺得是不可以放棄這件事的 因為如果不然你就永遠都抓到那個 就是那個永劫輪迴的絕路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說,我要高舉的旗號 我大部分的事 其實我再簡單一點這麼說 香港的民主派的狀況是什麼? 你大部分的時間 你就是靠自己的民主的光環和民主的旗號在賺錢 然後臨近去到選舉 你就會發現 雖然這個光環是夠你曝光,夠你賺錢 但是就拿不到選票 於是臨近選舉忽然不風一轉 就說我又收起這個旗號 然後又走下去 地區事務 跟別人鬥這些地區事務 那你鬥,又鬥,又鬥不鬥過 然後又罵別人時,就是頂種 我告訴你,年輕人 我告訴你,什麼叫做地區服務 不是為選舉,只是為地區 就像我們議會公民那樣 做了,我不管理他 做了,我們做了 做了這區,我們不去選 因為免得阻礙我們自己做 做了都不告訴別人,是自己做 不是啊,因為免得選舉影響我們 阻礙著地區工作 你明白嗎? 去到經歷了這麼大規模的佔領 去到經歷了這麼大規模的佔領 其實那件事 是去到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覺得都沒有突破 都沒有突破到那個思維 就是,剛才一開始說 如果是經歷了這麼大規模的行動 覺醒之後 然後去參與這麼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之後 然後再投入選舉政治裡面 你應該整個樣式和思維應該有一個改變 那個思維和樣式有什麼改變呢? 就是,你要明白 你是一班搞事的人 那搞事的人 好了,你搞事的人應該怎麼看待 這個區議會選舉 或者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呢? 就是,你作為一個搞事的人 你就去貫徹始終你是搞事的人 那個對你來說 只不過是一個最大的政治動員的機會 你應該藉著政治動員的機會來罵人 吵咬別人 然後去搞事的人 就是這樣就是一個 這樣就是一個 真是貫徹雨傘革命 然後將雨傘革命的精神帶下去 這樣就叫散兵了 這樣就真是散兵了 現在是散兵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散兵是 所以等於之前我有一集節目 政治講的就是 其實是不應該容許這些散兵的旗號 這些雨傘的標記 就是拿著雨傘 去成為一個圖騰 應該摧毀它 因為你看到發展下來 繼續打著這些旗號 或者佔中的旗號 什麼雨傘的旗號 結果下來又是去回一些 舊友的 總之去到選舉 突然間又變了這些 那有什麼意思呢? 那件事永遠都不會變 那件事永遠都不會變 於是任何的抗爭 對於 結果香港就是永遠就是 循環在那件事上面 就是 抗爭對於你們來說 就是一個曝光的機會 曝光 拿著名道 然後一下去 一去到實踐政治的時候 然後又去 就變化 考慮那個選票 又去以考慮的選票實力為優勢 選票的實際利益為優勢 然後結果又進退失去 又不知道旗號放在哪裡 去跟別人去做這個地區的福利 又去不夠別人鬥 然後就永遠困在那個位置 然後慢慢就泛民化 然後就跟湯家驊那些 就去爭奪那個 忠誠反對派的位置 所以有什麼意思呢? 大家都要思考一下 尤其是鄭童泰 你要思考一下 我現在 我下去的時候 我很清晰的 我下去是為了達成一個目的 看什麼目的? 因為之前 何俊仁說我要辭職公投 我是幫他順手辭職 由區議會開始 希望 說話小心點 希望 說話小心點 慢慢思考不同的方向 慢慢思考不同方向 有四個字 是為天地君親師 天地流轉為四季同節氣 君是國家天下 親是家族三代 師是老師 科文會通中西文化 文具仿照同搖而押韻 以便中讀 書本附有解說 兒童、家長可以讀 兒童長大之後亦都可以重讀 老師 為何課本的封面 有駕馬車在裏 古時的人外出 平民百姓行路 只有貴族才可以用馬車來代步 另外 在以前 只有貴族才可以讀書 故此 這本書放馬車在封面那裏 表示 是被尊貴的人讀 這本書希望可以教到小孩 變成尊貴的人 第二課 春來百花開 答稱人自在 老師 為何課文字句押韻 但又不是見慣的詩詞 另外 為何課本不用彩色印刷 而用黑白印刷 D字又引得這麼大隻 課文字句押韻 是因為中文有腥調 而押韻是容易學 可以令小孩了解中文的特性 課本不用彩色印刷 是為了避免小孩被色彩吸引了 而忽略插圖的線條 看清楚插圖的線條 就可以使得小孩學習欣賞廣話 春來百花開 答稱人自在 看清楚插圖的意思就是 那些花是不用吹迫的 春天到了 那些花自然就會開 而那些花開的時候 那些人自然就走出來欣賞 看了就會愉快和自在 第十四課 小麻雀 崩崩跳 不奸不忠 天生天養 老師 我越大就越覺得 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 明天又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我怕升不到學 又怕將來畢業那時候找不到工作 到老的時候 又怕無兒無女 沽苦無依 唉 我真的很擔心 傻女 你看一下小麻雀 他們又不耕種 又不收集糧食 都可以過到日子 他們吃得不多 只吃和田 剩下殘粒 菊 都可以生存 吃夠了 就繼續奔奔跳 和唱歌 上天都可以容納到他們 養大他們 難道我們不讓他們重要嗎 人類的生存 靠的是天恩 所以就不需要煩這樣 煩那樣 一天太陽光照 風條雨順 我們自然不會得到上天的吸養 一旦太陽不出來 狂風暴雨 地動山搖 我們失去了天恩 無論你怎樣去經營 其實都是白費心機的 無論你會不會是白費心機的 無論你會不會是白費心機的 無論你會不會是白費心機 dulu 都 Fukui Fat.com Iceinger Fat.com Kids.com Fat.com Mai Radio 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10月16日晚 王大仙父嵘皇宮 300元及1000元門票現已有壽 扣调查询请见24673088